好,我们下面将粒子数据导入进来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创建面板的RealFlow Particle Loader 点击鼠标 进入修改面板 选择文件序列 找到Particles 把它打开 应该是147帧左右 大家看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来播放一下动画 大家看到粒子已经出来了 我们让它一点显示 这样看着这个效果正常一些 然后我们来播放一下动画 看效果 调整好当前的这个视角 我们只做147帧 148帧的动画 先来预览一下 给到100吧 好,创建 先ESC停止 我们这里使用线框来创建 OK 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个粒子在线框之内的效果 在这个容器之内的效果了 OK,我们等待它计算完成 好了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最后完成的这个预览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水面呢 在抖动 然后这些 这个水呢 就从这里出来 从第一处走到了高处 然后呢 一鼓一鼓的进入到这个容器里面 好了 下面我们就回到Max中 我们为场景赋予材质 我们先来选择 打开材质编辑器 打开渲染设置面板 将渲染器切换为8C 在Luma Server全展栏中 勾圈Skylight 将天光的强度调到1.6 等它亮一些 场景需要一块地面 我们建立一个长防体作为地面 位置呢 稍微高一点 OK 在材质编辑器中 为该地面赋予 无光投影材质 同时 场景中的这些容器 我们已经都为它指定好了材质 我们可以将第二个材质球 指定给它们 并且将它设置为8C的玻璃材质 由于玻璃材质默认情况下 颜色是纯白色的 所以看起来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我们将它的颜色调得偏蓝一些 OK 第三个材质 我们指定给粒子系统 让它换成一个类似于流砂的材质 进入修改面板 将粒子系统 设置为球体外形 将它的尺寸 调为2 好了 打开渲染 环境 将环境的颜色 调成一个偏蓝的颜色 对当前的效果进行测试渲染 训统要更新光线跟踪器 同时进行渲染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环境的颜色 我们让它稍微偏白一些 这个位置的材质 我们需要再重新赋许一下 OK 我们先取消渲染 选择外面的这个管状体 将玻璃材质指定给它 同时 将玻璃 颜色调得再浅一点 将环境的颜色 调得亮一点 再次进行测试 大家看到 这一次玻璃的颜色 稍微淡了一些 沙子的效果 就都可以看得到了 OK 我们将质量调高一些 先将天光质量调高 再将整体质量调高 尺寸这里 我们将高度设为511 将当前的效果进行暂存 再次进行渲染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渲染的画面已经出来了 将87的品质调到最高 效果还是非常细腻的 如果我们再配上反光板 效果会更好 但这个速度就稍微慢一些了 尤其是到这些粒子堆积的地方 所以我们耐心等待渲染结果的完成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将8C调到渲染质量最高 得到的渲染效果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还是有一些缺陷的 比如说这个地面不够大 我们将地面放大一些 这个边缘的这个位置就不会看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看到这个高精度的渲染里面 这个玻璃的质感还是非常的优秀的 那么在玻璃中能够反射到当前的沙子的效果 这些玻璃的一个个片的效果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好了 那么这个教学呢 我们就给大家制作到这里了 那么大家如果要是这个再来制作的话呢 也可以看到我们最终这个加入了Mesh网格的效果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Mesh网格的效果 大家看现在我导入的就是在 RealFlow中直接预览之后得到的效果 我存的是JPG的文件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动画是501帧比较长 这边的水面越来越低 这边的水面越来越高 我们的水已经加了这个网格的效果了 可以看到水流一鼓一鼓的 那么这个水看起来比较粘的原因 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刚才的视频教育讲解中 将这个水的粘度给到了1 而我们之前在给它用了这个网格蒙批之后 我们给到的是3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水是相当的粘 但是呢如果我们给到1的话效果就很正常了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往里头导入的这个最终的预览的效果 好我们来看一下播放动画 观察当前这个水呢已经逐步的从这边掉到这边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边的摩擦力比较大的话 我们可以将这个盒子的摩擦力调小一些 整个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完美了 那么可以观察在刚开始第一针的时候这边最高 最后一针的时候两边基本上这边下降 这边提高的效果了 OK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完成的成品 那么这个成品的效果呢 是官方的一个效果 先来看一下 实际跟我们做的效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这里变成了水 我们最后渲染的时候是一个沙子的感觉 好 那么关于这个阿利的制作流程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咱们就这样再来看看 我们就这样了